好 今天來錄影片 我其實是一個很容易忘記事情的人 如果說跟我比較熟你知道 忘記到什麼程度呢 像是如果我是幫朋友在買飲料 我通常有80%的機率都是買錯的 就是記不住一些小事情 所以我其實很依賴一些筆記 其實我嘗試過非常多種那種筆記本備忘錄完 後來找到一個我認為目前 我是覺得最好用 個人認為最好用的一個App 一個筆記本 那主要這個影片就是想說跟大家分享 還有跟我工作室的夥伴 尤其是那些文書 可能做得很不怎麼樣的朋友 其實主要這個軟體叫做Notion 那它我已經使用它應該有一年多了吧 中間其實一度有一次我不小心訂閱錯 還被一年要繳一萬多塊 我就有點嚇到想說奇怪怎麼 我是買幾百塊的訂閱嗎 怎麼會跟我收一萬塊呢 那中間就是我不小心選擇了團隊的方案 所以導致我的費用就變得非常高 後來其實有去處理 剛好有一個朋友的 朋友比較會英文 所以他就幫我處理 那這樣子基本上我是有的 後來有幫我退費 所以就還OK 我通常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通常我是拿他來做一些記帳 像這個 這個就是我有時候在刷卡的時候 我會刷公司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公司的代電 也就是我到時候還是要跟公司清款 我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那再來就是工作的專案 我等一下會分享幾個 可比較能夠分享的專案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 所以我這裡就不太滑了 那因為它是可以做多人協作的 像這一個工作的專案 它其實我就分享給了我工作室的夥伴 所以裡面在建立每一個項目的時候 其實是每一個他們在跟客人溝通的時候 就會建立這樣子的項目 那再來就是代辦事項 代辦事項是我比較常用的 像是最近的計畫 還有可能還沒有上架的東西 可以了我就會把它打勾 然後完成了就拖到完成 好我們就直接我們就直接開始嘗試 然後我基本上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到它所有的功能 但是我可以把我大致上會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常用到的 我分享給你們 OK 那我們先找個地方按加 OK 按加之後它會創建 那上面是主題 下面就是我可以真心的內容 我先打一個示範 好 那我在標題這裡 我也可以是選擇一個我想要的圖示 分類上的一個比較好 比較好讓我判斷 分類上的一個小小的icon 也可以去換我們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封面圖 那這個封面圖 其實我比較少用到這個封面圖 底下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增加我們的文字 好我直接以專案為範例好了 目前我可能知道客人需求是拍攝藝術天光 我就是先如果再跟客人溝通的當下 我們就直接打上去 預算8萬塊好了 8萬塊 那我先把客人的需求打上來 那如果說它有想要的範例 比如說它有丟想要範例可以複製 複製它想要的範例連結放上 那這裡我們可以選擇它只要連結 或是直接顯示它的這個 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把影片遷入進來 那我就選擇 那這裡我就選擇 我這裡就選擇把影片直接遷入進來 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裡面播放影片 好我現在目前講的功能 都是蠻基本的 蠻基本的 假方範例影片 那接著我們這裡可能需要預算分配 以上我打完這個看起來就是個一般的筆記本 沒什麼良藥 打完我們的備忘之後可能就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需要去煤化它或是去整理它 有時候我們打出來的需求可能不值得寫 可能是非常多 那我只是簡單的打這樣子 好我這邊我就想說在這裡 我就把這個作為一個小標題 我們可以在它前面 我們可以在它前面這裡有一個六個點點 我們點下去之後把它改成標題123 其中一個就是從123其實相對它就是從大到小 所以我基本上我只要用3 它就變成出題了 接著我按這裡我可以按個加 然後去選擇一個隔行 它就是一個區塊化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每一個加 前面前面每一個區塊 我們都可以編輯 假方範例影片我們這裡 我們在我們把它改成一個小標題 在這個影片我覺得它有點大 我就把它縮小一點 一些我先注意一下它這個範例的說明 參考風格或是幾分幾秒 我就0點我就隨便打 我也可以把它直接拖移到這一個的旁邊 影片時間約30到60 接著我們這裡預算分配 我們也給它一個小標 接著我在這個加這裡 我加入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我加入一個往下 我們往下拉 我們加入一個表格的方式 我們加入一個表格 加入表格之後 我們在這裡真心創建一個新的 新的我要的表格 這個表格基本上它上面的每個區塊 我們一樣都可以制定 那所以我第一個 我先把它名字改掉 叫品項 後製 後製剪輯 後製 後製剪輯 然後腳本 後製剪輯 OK 接著我在這裡 第二格我就去讓它變成 編輯 我讓它變成 數字 數字 然後點 金額 這裡我就可以輸入我要的數字 假設腳本 腳本算12000 那這裡算完 底下呢 底下我們可以改成 加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加總的費用 繼續往下增心 像是我需要數量跟運算方式 那我在數量這邊 我先點一個新的Number 我就寫數量 接下來這一步就是運算 那我這裡需要的是 打開底下有一個 這個符號 有一個M 有一個斜的 有一個長得很像3的符號 OK 我們點下去之後 我們先 我們先修改名稱 這裡叫做韓稅加總 OK 我們先編輯它 它這裡呢 我們選擇我們要的 金額再選 乘以 乘以 乘以就是米 然後數量 再乘 1.05 就是韓稅的價格 OK 好 那它這裡就會幫我算出來 加總 加總好的總額 那底下我再按加總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幫我把我的預算算好了 它已經幫我把錢算好了 那往下其實我如果是後續再增行場 場物 8千1 它也會繼續算下去 那我們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再去做一些 做一些我們自己可能想要再加一些加的東西 我們這裡可以選擇一個標記 那你如果是有跟別人分享的話 基本上我也可以去標記我分享的人 不然我們可以去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它有點像HTAG一樣 它這樣子我可以去記錄 分類分類這個東西 好 來 來 我這裡就打小高好了 小高 好 那底下我們就會發現 欸 我剛剛打了它其實有幫我記錄下來 我們這裡就可以去標記一些 我想要標籤的 標籤的事項 那我最後會增行一個文字 打背注 那這裡基本上就是打 我要注意的事項就好了 那我有估價單之後 我們接下來我們複製上面的標題 我們往下拉 好OK 那這裡呢我們接著 我們往下去增行時程表 要按加 然後底下呢 我們再選擇另外一個模式 時間的模式 OK 那我們點按它 一樣去增行 那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在前面 快速講中期 後期 OK 通常會用到這個一定是 你的時程算複雜一點 所以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需要我的時間 假設呢我們時間 時間表就從這裡 抓這個禮拜 做前期的溝通 從這裡我們開始做 中期 結案在這裡 那中期溝通後期 那接著我們可以增加 廠商 叫稿 叫稿 期待廠商這時候回復我們 這樣我們後面 才會有 才會有時間去做修正 那這裡我們這樣看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做一個時間的分配 我覺得到目前 它算是一個蠻好用的筆記本 那接著呢我覺得它更好用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每一個 它每一個剛剛建立的這個文字 它都可以是一個區塊 我例如說 接著我想要在前期的部分 我點贊它 我在前期的部分 裡面我還可以再去 珍惜我要的內容 我就可以去安排我需要準備的東西 快捷鍵框 就是這個 這個 這樣子 這裡我們就可以 隨便的輸入我們需要的東西 下一次我們就直接打 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注意事項 可能要注意些什麼 我就把它打一打 我們可以選起來 點六個點點 我們可以改成 或是改成 一二三四 到這裡 我覺得這裡好多 我覺得這裡 我如果繼續向下真心下去會太多 我就可以把這個第一天 我們把它收納起來 我們把它收納起來 我們把它改成可以收納的那個箭頭 我們改成這個 那我們把底下這些區塊再丟進來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收納起來了 好其實整個這個後面還有很多功能 我接著我就直接開專案給大家看 很多的 除了報價部分我不分享 剩下跟大家分享 好這個是前日拍MV的一個notion 那原本從21月24號到3月5號這之間 現在這個構想 我們就 我就先把它打好最後分類起來 先留著 我去抓一些可能南投一些景點 我就把它放進來 那方便我後續可以對照實用 那往下我可以看到 好我就把主要的 主要需要去拍攝的 主要需要去拍攝的 甲方需要去拍攝的景點 我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好那需要的演員 跟 需要的演員 跟我們拍攝 拍攝主有誰這樣子 基本上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拍攝 是一個簡單的拍攝 那這裡我就一樣我提供範本 底下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跟客人溝通的一些 需求啊 合約啊 回簽啊檔案 前面這裡年前討論的需求 可能比較亂 我就大力的打一下 有點像備忘錄 這裡我們就收起來 那底下後來我們確認之後 我們這裡就有合約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有範本 找了截圖 然後底下有個腳本大綱 然後我們 我可以把地圖標出來 那要拍攝的路段 路段在哪裡 那底下就是我需要拍攝的地點 像這樣子呢 我通常啊 我就會一併就佈置給客人 我回到剛剛的範例 那在這個範例 我們要上腳云穴 這裡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把連結Copy起來 把連結Copy起來丟給客人 那客人就會看到你現在 你分享的這個 裡面所有的內容 跟他可以打很方便 一方面有報價 有詳細的安排跟日流 那這樣給客人的話 其實我覺得客人也看得比較清楚 要給客人看得清楚 一定要去 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這裡就是我特別 這邊我要特別跟我 這邊特別要跟我工作室夥伴講 如果你這要給客人 我覺得你稍微還是要整理一下 不要讓整個都是很像 整個都是很像筆記本打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多少可以練一下 這個東西要怎麼使用 那這樣子呢 而且如果是開協作的話 其實可以互相去 可以互相去修改使用 那目前這樣講完 我覺得最致命的缺點就是 當它 當是免費版的話 好像是滿1000個區塊 就要去收費了 但是少數我可以把所有我想要的功能 結合在一個軟體裡面使用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剛介紹幾個模式 其實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區塊顯示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網路上打Notion 一大堆會教 所以不一定 我覺得我在這邊教覺得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簡單跟大家分享 讓你知道有這個東西 剩下你如果想要你自己去查就好了 我覺得如果拿這個來做腳本的話 會比較難做一個區塊化的腳本 基本上你如果傳給客人看 他如果用手機看 他沒有辦法變成那種 一格一格旁邊 沒有辦法變成比較理想的分鏡圖的結構 所以基本上 我還是比較不會用這個做分鏡圖 但大致上的企劃 跟後面的日流流程我都會用這個做 OK 這個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錄下去了 拜拜